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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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boxing 嘿大家好我是桌游怪 回来到桌游怪的频道今天是一期桌游开箱 我们来开一下这个小河游戏 Astra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暂且翻译成星空 这个游戏的话呢 玩家相当于是一些天文爱好者 然后我们要去夜观天象 去找我们平时不太容易看到的 这些星星和星座 嗯 然后我们主要会用到一些这种彩色的记号笔 然后会在一些卡牌上面去标记出来 我们找到的一些新的星星 然后呢会在自己的这个 玩家版上面去记录你的一些游戏进度 最后看谁的分数更高 我觉得这个游戏主题很浪漫 这也是最开始吸引我的地方 然后这个游戏的话 前两天刚好在BGA上打方舟动物园的时候 看到它其实也刚刚推出了它的这个 最新的电子版 所以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免费的试玩 其实买不到这个实体游戏的话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个开箱节目呢 就主要给大家展示游戏的部件 然后解释上去玩法 然后我们拆封之后 我们会实际测试一下 最后大家录一下 我们对这游戏的一些初体验的一些印象 嗯 好吧那话不多说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噔噔 好我们来看一下Astra 它这个封面上呢是四个星座 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这个是大熊座 这边是双鱼座 天蝎座 还有这个天鹰座 哦 天鹰座最有名的星星呢就是牛郎星 嗯 然后出版社是Mind Clash Play 然后他们其实原来大家印象中 应该叫做Mind Clash Games 他们就是通常会推出一些重测得势嘛 嗯 这个是他们的新的一个系列 就这个游戏它其实没有走众筹 就直接进入零售了 然后同时也是一个 刚才我们说的 是个家庭青测这样的一个游戏 嗯 我估计随着这个游戏的这个上市 他们将来也会有更多的这个系列的这种小合作品 那他们以前比较有名的重测有什么呢 时空乱絮 哦 还有那个大魔术师 那他们对于这种有一点浪漫的主题 时间空间这种是有一点那个 有一点想法的是吧 确实 你就这样说的话是有点共同点 嗯 然后的话呢 背面是他们的游戏的一些简介 主要用到的就是玩家版 然后一些笔 各种各样的这些星座样式的卡牌 嗯 然后游戏时间20分钟 每个玩家2到5人 然后十岁记上 好吧 我们就看一下游戏的配件 为了给大家做这个开箱的话呢 我们两个人还提前去稍微梳理一下这个天文之星座知识 占星学跟天文学 我以前小时候是看过星空的 是吧 我认识不少星座的 然后一会我们就看这些卡牌上面看看有没有一些你能认得出来的星座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星座就是还是需要很多想象 因为你直接看星空的时候 它没有这些美术的修饰 你看不出来它的形状 你看这个天鹰座明明应该叫风筝座 对吧 风筝座不好听 玩家的版图 然后因为玩家我们要去在上面用那个记号笔去写嘛 所以它这个板子是那种可擦洗的 对那种感觉的 嗯 然后这个正反面好像区别不大 应该是没有区别的 对吧 最外圈这一圈的话就是计分的 然后中间这里的话呢是记录你的收入的 就这个地方你爬的月往前 然后每次你休息动作的时候 你可以多拿一些它叫做stardust星辰 然后这边是放置你的这个望远镜token的 它跟某一种行动相关 然后最下面这个轨也可以爬 你这个标记做的更多之后呢 你就可以同时拥有更多的这个星座卡牌 嗯 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只有可以有两张 你一往后画标记 你可以最多可以存八张牌 手牌上线 不是手牌上线 就是你可以存有的牌子上线 一会就懂了 好吧 然后这边是公共版图 有两个跟玩家人数相关 它这个游戏呢 最少是需要两个人 但是在两个人游戏模式当中 它也需要用到一个类似于这种 半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中立玩家 嗯 去起到一个第三玩家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星盘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是一个主板图 好吧 一会儿会看到 这里有一个初始玩家标记吗 是一个彗星 啊 彗星跟流星的区别 我那天也看了一下 彗星的话呢 主要是 我们之前搞不懂 什么叫彗星 这个尾巴比较大了 就是那种扫把星 对吧 彗星就是它是主要是冰 就是水的成本比较多 所以它进太阳的时候 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或者进到这个地球大气层的时候 它温度上升之后 它就会化成水蒸气 就像扫把一样 这种感觉 然后如果是流星的话呢 它就是可能有更坚硬的内在 就是说像是陨石这样 然后这边是它的塑料小token 代表的是星辰 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星辰挺好看的 嗯 普通的塑料 所以彗星其实就是看着好看 但留不下什么东西 嗯 流星虽然细细的尾巴 但是它去砸出坑 这边是流星语嘛 没有说是彗星语的 嗯 然后这个 很大的卡牌 这个卡牌应该是 差不多是88x122那种感觉 是不是 那种尺寸 这种卡牌比较常见的 我们在其他游戏里见过的 可能有点 我不知道跟那个Dixit画物语 是不是一样大 哦有差不多好像 好像那种尺寸的 嗯 现在大家买牌套的时候 好像各种尺寸都能买的到 对吧 嗯 这个游戏的卡牌 我不确定 因为可能我们需要 往上那种笔去画 所以它的材质 好像是不需要牌套的那种 你说卡牌也需要一种笔画 是的 我一会就会说都没事 所以这个卡 对这个卡牌材质 跟刚才我们的玩家版是一样的 哦 都是这种 这种软软的 这种感觉的 弯曲的 是 卡贝 是这个样子 好吧 嗯 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些星座 这个叫什么 小犬座 小犬座 这个是一个什么马 巨蟹座 对吧 乌鸦座 乌鸦座 对它很多这个星座都是很过去的人命名的 它主要以这个动物为主 天秦座 天秦座最重要的一颗星就是 就是只女星 我们两个分开学习的 但是好像我们了解到这些差不多 这个是白羊座 这个是什么 黄冠座 天秦座 对吧 然后简单说一下吧 就是说每张卡 左上角是它的类型 这个类型的话呢 一共有四种 就跟这个星盘 对 有四种 然后就是这个有关系 就是我们到时候会用到 刚才这个塑料标记 这个塑料标记呢 会在我们这个星盘上面 顺时针移动 然后比方说它在这个绿色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然后我们选择了休息动作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使用过的这个绿色星座上面的这个牌呢 给它转回来 就可以重置它 所以如果是在蓝色的这个区域 我们已经用过这个绿色的话 我们即使休息 我们也不能重置它 就是你得选好你休息的时间点 这个游戏的游戏流程是这样的 就轮到你的时候呢 你要三步走 然后一个玩家做完他所有的事之后 轮到下一个人去做他所有的事情 其中第二步就是主要的这个行动阶段 你可以选择去关心 或者去选择休息 它是个或者的关系 你要是关心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到这边的星辰 玩家开局的时候 每个人大概有五个星辰 然后的话呢 就每用掉一个星辰 你就可以用这个记号笔 我们看这个记号笔 谢谢你 你就可以在我们展示出来的这些星座卡上面 去做记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星座上面 它有三类这种星星 一个是这种有画了一个外轮廓小圆圈的 这个叫做起始星 然后没有任何这个感觉的叫普通的星星 然后它稍微亮一点 这个叫做明亮的星 主要星 主要也不知道叫什么 反正就是亮星 然后就是你如果这个星座没有人观察到的话 那你第一次用笔做记号 你就得画的这个起始星这里 嗯 然后之后再画的玩家或者你自己要接着再画的话呢 你都得是沿着就是已经 起始星往后走 对 你比如说到这里这样往上画过去 然后你比如说你观察到这里之后 你再往下的话 你就可以向上或者向右了 就必须得是连接的这样的感觉 对 对 然后玩家因为是多名玩家一起玩了 所以就可能会出现在同一颗 嗯 同一个星座牌上面会有多个玩家记号比的这个记号 这个是完全OK的 嗯 比方说另一个玩家要开始画的话 他就是必须得画的是一个暂时还没有被发现的这样一个星星 嗯 每次你画一个圈 你就要用掉一个这样的星辰 嗯 然后的话呢 你每一次这个观测动作 你是可以无休止的往下画的 直到说你画到一个尽头 比方说现在这个橘色玩家 他现在在前面的玩家已经画了四个的形容下 他画一个星辰可以画一个 但从这个位置往下已经没有继续延伸的这个线路了 所以他这次观测必须停止了 哦 除非他花费一个这边的观测token 那这样的话他又可以开始新的一次观测 可以转向了 对 他就可以比如说现在再去这边再开启一次 嗯 或者是他比如去另一张卡上继续去画去 嗯 对所以刚才对我这个蓝色玩家的例子的话 他就可以用一次这个观测动作 花费一二三四四个形成画四个圈 然后在我们这个市场上面 可以同时存在有多张这样的星座牌 跟万家人数相关 你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四人局的话 但你看到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二三四五 一共有五个箭头 所以到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会摆五张牌 在我们的行动阶段 如果我们选择的是观测的话 在你的行动结束之后 如果你发现这有一个星座 它是被画满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那这张牌就要去结算一个归属 嗯 发现最后一颗星的玩家 会把这张牌拿到自己面前 那其他玩家里面 谁对观测这个星座共性最高 他们就可以优先选择这个卡牌下方的 这四个奖励当中的一个 怎样算贡献最高 就是数谁的这个圈画的多吗 那跟亮星和圈圈 就是星外面圈圈没有关系 这个最亮的星 你这个问题分的很好 这个最亮的星 它的效果就是说 你画上它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你的玩家版上面 去标记一个这个进度 在这里 你就可以提升一点它的智慧 哦 你就变得更聪明了 这里有一个星星 是的它是提升你这个的 嗯 然后下面这个奖励呢 其实都比较好理解了 你看这个就是分数嘛 对吧 你得分的话 你就在这个低分轨这里 你就画叉就完了 嗯 然后这个图标同样也是走这个的 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就如果你这个东西 不往前走的话 你拿到新的这个牌之后 你是没有格子去损放它们 嗯 如果你获得牌之后 发现超过这个上限的话 你就要弃掉以前的牌 这你是显然不好 因为 获得这张牌 其实有多方面好处 一个就是 你可以获得它这个小字写的 这个跟这个卡牌绑定的这种技能效果 嗯 有的是持续性效果 有的是那种美轮可以发动的那种效果 嗯 然后在右上角这里呢 在这个数字这里告诉你 就是游戏结束的时候 它可以给你提供的分数 那上面这个数字呢 这个数字代表的是它总共的星星数 哦 嗯 好吧 对 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不想要这张卡 嗯 因为它左上角的这个图标 可能跟你面前存有的大部分的卡牌图标不一致 因为我最开始说就是只有 在这个图标到特定位置的时候 你才能重置它用过的这个技能 嗯 所以如果你急得太散的话 可能就是不利于你这个事情 所以可能就想你想蹭个车 你就是想去结算下面这个好处 嗯 因为你像这种得两分或者这个 两个这个聪明进度 其实也是挺不错的 聪明进度 聪明是的 刚刚没有说这个外面有小圆圈的星星 其实星画上去没有 那没有用 它就必须做一个起点 OK 是的 然后的话呢就是 我刚才作为一个橘色玩家 他画了最后一个星星 然后把这张卡拿到手了 对吧 他是没有资格再获取下方这个收益的 拿卡的玩家就没有收益 拿卡收益 就是拿卡本身就是收益 嗯 然后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它一共游戏里面 一共给我们提供了48张卡左右 然后每一张卡上面的技能都不一样 这个也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 我想知道就是它每张卡的这个 到底能给我们玩出什么花样来 嗯 最后是这边的最终计分卡 上面会告诉我们各种符号的意思 然后背面这里呢 会告诉我们这个最终的这个计分项 好吧 它这个计分项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们到时候不是会去挤这个卡牌上面的这个类型吗 嗯 对吧 你每个类型集的越多 它这个分值越高 它好像它有它有横向计分也有纵向计分是不是 对吧 它纵向计分的话是 三个不同的就计三分 四个不同计六分 但同一个集的多了是十一分这样的 嗯 感觉怎么计都可以 嗯 感觉这个东西可能还是横向计 是因为更方便发动技能可能是更好的一种选择 对 然后除了这些之后呢 它告诉你们我们的这个分数来源 就是游戏结束的时候 根据我们的这个星辰 它的这个生产力 生产力 我们去得分 你的智慧 推到哪里 得几分 那个卡牌数字 然后每剩一个星辰 以及就是在还没有归属的这些卡牌上的这些 你的这个小圆圈的数量每个一分 然后游戏结束时你面前的这些卡牌 然后它的这个右上角这个分数是一个分数 然后就是最后我们这个乘套收起的分数 那为什么这些卡牌上面在这个格子跟这个格子都已经 就给玩家一些不一样的气势了 哦 就这东西是隐藏信息 别人不知道的 是 然后这里就是非常方便的一些流程总结 嗯 对吧 背面是二人去跟他说 就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些事情 嗯 好 那这个呢就是游戏的一个简要介绍 然后我们稍微玩一下 感受一下 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就他的一些想法 嗯 好吧 好我们刚才这局游戏进行完毕了 最后猪猪怪66分 狂胜小鹿的45分 这是我 我们进行的是个三任局 小鹿最后是垫底 对吧 把我的牌移除了 别看了 哈哈哈 对这个游戏的话呢 其实游戏玩起来 还是比我想象的要是流畅一点 嗯 我本来觉得好像每个人做完三个行动之后 然后再下一个人好像还是要等一段时间 对 但是在家庭游戏里 它的合资上预测的时间 平均每个玩家20分钟 我觉得算是准确 嗯差不多 三任局就是一个小时 我们第一局 嗯 然后首先有一点要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发现 这个星座上面这个技能啊 它并不是说每张卡唯一的 就有很多的技能 其实是重复的 是的 就没有那么多的花样48张牌里面 那游戏的结束条件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每一次我们不是说画满了这个星星 就会去分别它的归属嘛 然后这个牌 从我们中间那个市场拿掉之后 就会从我们抓牌队堆顶 抓一张新牌起来 然后呢会根据玩家人数 会在这个牌队里面塞一张游戏结束那张牌 然后那张牌被翻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触发游戏结束条件 然后之后的话会在补齐轮次之后 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这些牌的话呢 每张牌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技能 然后就是如果你用了这个技能的话 游戏结束的如果它属于一个被用掉 就是一个就用使用过状态的话 它右上角这个分数就不进了 在这个情况下面 你就只有这两张卡是积分的 对 所以通常来说如果你发现这个游戏已经结束了 然后你可能大概率最后一栋就是休息 因为休息的话 如果你的这个收入累的特别高的话 它可以立马给你生产出来 比如说我这里就是11个星辰 然后还可以把我一定数量的这个牌给它翻过来 再去挤它这个牌右上角的分 对吧 最后就是算生产本身这个分11分 然后再拿这个星辰的分 像那个双倍我的这个生产 对 但是如果你星辰本来就有11个的话 那就白生产 是的 然后我觉得一个大分的差距就是最后的成套收集 你看你有24分 是 我只有11分 小鹿玩的过程当中好像主要是在去蹭车 去蹭那个每一个星座牌的这个收益 对吧 然后我的话就是尽可能的锁住了我能拿到的所有的牌 我保持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 基本上就是快到上线了就赶紧推两步 然后又能拿着新牌 拿了新牌之后就是多了一个技能 然后多了一个成套收集 对吧 我是这样输的 就是一开始太顺了 对我最开始是拿什么起步的 是拿这边这两张牌起步 就是这张牌给我提供望远镜 这张牌给我提供望远镜 而且它是两个花色的 这个游戏里的望远镜非常重要 对游戏前期就是说别的玩家他没有这个空间 因为他遇到了死路就得停下来 然而我的话我手头有两三个望远镜 我就很有可能去把这张牌锁在我的手里 对 然后休息完之后这张又回来又给我加望远镜 所以就是前期节奏这些起飞 拿捏了 好吧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对于 Austra这个游戏的简单的一些规则介绍 主要是一个开箱内容 然后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是非常值得 大家去在BGA上至少去试一下的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一玩的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我玩好了一把 我还是不知道我下一把应该怎样去获胜 超多叶 我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他不是的 你不知道是其他玩家怎么行动 能够让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他我觉得他就是作为一个主题 比较鲜明的这样的一个青涩小游戏 我觉得他的这个深度可能游戏寿命不会那么久 我只是觉得值得一玩 我的初音效大概也就差不多7分左右 嗯差不多吧 嗯好吧 那这个就是Ostrad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规则方面各种问题的话 或者是任何想发表评论的话 欢迎大家评论去留言 然后我看到的话给大家恢复的 嗯好吧 那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喽 拜拜 拜拜